信息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力量 即使拥有信息的人 就等于拥有了财富 信息是财富的领路人 把钱用火 穷人之所以穷 富人之所以富 其中主要原因是 穷人没有富人的理财意识 富人在不断寻找支付的途径 和理财的知识 富人是让钱和社会为他工作 而穷人是为政府和自己工作 犹太人认为 大多数人所从事的简单劳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些能解决问题 并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主意和资本 在当今这个世界里 好的主意和资本永远是最重要的 世界上穷人的人数比富人的人数要多得多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穷是可以改变的 要想改变贫穷的近况 需要了解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区别 比较一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悬殊是观念的悬殊 是思维方式和性格上的悬殊 而不是简单的钱和资产的悬殊 富人思想开放 勇敢而富有理性 穷人思想封闭 害怕风险 比较感性 赫特是美国通用汽车制造公司的高级专家 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在私人公司里 不应该把追求利润放在第一位 重要的是 如何把手中的钱用活 对这个道理 许多善于理财的小公司老板都明白 但却不能真正的利用到实际中 往往一到公司略有盈余 他们便会生出胆气想法 便能畏首畏尾 总怕到手的钱因投资失败又飞了 赶快存到银行 以备应急之用 似乎这样做才是最保险的 这种想法人人都有 但是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 钱应该用来扩大投资 时间变成活钱 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 为了增加自己的固定资产 可以用这些钱来购置房产 扑面 到十年以后回头再看 你会感觉到 理存银行要增很多利 看到活钱的威力 这需要有冒险精神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 并敢那样做的 愿意去冒风险创业的人 毕竟是少数 一般的人看不到长远利益 不敢冒险 也就是没有进取心 谁都知道 把钱存在银行里是有利息的 只要有存款 便能获得一部分利息收入 但现金是不生息的 手里有多少现款 若干年后还是那么多 并不增多 如此看来 银行存款比手持现款更有吸引力 那么犹太人为什么会那么傻 宁可守住一大堆现款 而不愿把它放在银行 让他繁殖生前呢 其实 有这样想法的人大做特错了 犹太人一点也不笨 而是太精明了 天生有数学头脑的犹太人 早已把这笔账算好了 他们把账算完后 就有充分的理由 钱存在银行里 确实可以得到一笔利息 但是物价在存款升息期间不断上涨 货币价值随之下降 特别是存款本人死亡时 尚需向国家缴纳继承税 这是事实 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所以 不论财产有多少 存放在银行 相传三代 都是不合算的 现款的确不增值 但物价上涨 对其影响也不大 而且现款掌握在自己手里 避免了在银行的财产登记 在财产继承时 不需要向国家缴纳遗产继承税 所以 手持现款时 财产既不增多 也不减少 犹太人不把钱存进银行 有人经不住要问 那些拥有巨额资财的犹太人 到底怎样保护现款 难道他们不担心钱的安全吗 如果每天都带着现款出去办事 当然是不安全的 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已经找到了 放置现款的安全之所 当然不是把钱存在银行里 而是把钱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